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女子都被杀了 那继续让他们怎么样 还有男丁要能够怎么样 有结婚的对象 可是我们不将你给他们为妻 我们启示过了 所以第二节 以色列人就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怎么样放生痛苦 他们实在知道干了一个丑事 干了一个怎么样 不聪明的事情 他们怎么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 缺一支派的事呢 还不是你们干成的 还这样在问上帝 主要跌跌清晨 百姓起来 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先翻去跟平安去 那第五节怎么说呢 以色列人又彼此问说 以色列各支派 谁没有同非众 上到耶和华面前来了 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 还不上到米斯巴 到耶和华面前来了 必将他致死 你看 你看又是怎么样呢 在这个迷糊过程当中 迷糊过程当中 所以常常怎么样 谁在决定呢 好像没有人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都是错误的决定 一年不断的错误产生出来的 第二节 以色列为他们弟兄 贝尼明后悔 怎么说呢 如今以色列中 结了一个支派 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 必不将我们 给贝尼明为妻 今天我们当怎样办理呢 怎么做补救的办法呢 怎么做补救的办法呢 那 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 为他们剩下的人 有妻子呢 又彼此问说 以色列支派 谁没有上米斯巴 到耶和华面前来了 他们就查出什么呢 基列亚比 没有一人进到 营里面惠中那里 因为百姓被蜀的时候 没有一个基列亚比人在那里 哇 贝尼通就打败 以后两千人的勇士怎么样呢 去用刀杀基列亚比人 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 所以他们会惨中问题 其实决策有问题 出师无名 他们基列亚比人当中 一间的四百个卫家的厨领 就带到迦南地的 什么四螺营里面去 干嘛 前贝尼通打败人到 尼门盘的贝尼通那里 向他们说和睦的话 当时贝尼通回来了 以色列就把存活的 基列亚比的女子 给他们为妻 还是不够 百姓都为贝尼通就后悔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呢 不能切一个支牌 如果不能够切一个支牌 你为什么要打仗 还是怎么把基列亚比的 后面把他杀了 杀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看十六节 他们召开会议 会议中的长大怎么说呢 被难民中的女子既然除媚了 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那怎么生意的人有妻儿呢 又说 被难民逃脱的人当有地业 美得以色列中图谋了一个支牌 只是我们不能 将自己你要给他们为妻 因为我们启示过了 你把这个问题丢来丢去 人家的话丢给谁呢 你看 因为如果把我们这个 你要给他们为妻的话 必受咒诅 因为我们启示过了 他们又说 在利波南以南 在伯特里北 在世间大陆以东的世罗 年年都有什么 耶和华的结起 就忽怒被难民说 你们去 在普连中买火 若看见世罗女子出来跳舞 怎么呢 你又从葡萄寺出来 然后在世罗女子 各抢一个围区 回到你的被难民去 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 若来与我们争论 我们就说 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 施恩给这些人吧 因为我们的征战时候 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 你看杀了时候 杀难定就好了 还把女子都杀了 你看多可恶 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 若是你们给的 就算有罪 不是你们给的 是他们抢去的 抢去合理吗 杀尼斯不合理的 他把怎么办呢 用合理化来解释 合理化来解释 为什么 我们不能少一个支派 所以你看 整个国家来讲的话 整个国家大事各支派的事情 真的是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这是当时的一种光景 当时的光景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我希望你能够的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能够的